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希哥 我們是希5 神早新聞報寸 希哥,天氣如何? 天氣早晚有點清涼 來到12月7日,星期二 今天天晴早清涼 日間乾燥 最高氣溫約22度 最低氣溫17度 吹和喚的偏北風 稍後轉吹清淨的偏東風 離岸間中吹強風 好,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下新聞 經常都說 政府 研究食肆 全變D雷 吃黑糖吃就衰打針 初步確診就不中 這些所謂的初步確診 經常都沒有事發生 通常都是 但通常都是輸入多 昨天衛生防護中心公佈了 新冠確診的個案 應該是輸入 不然本地一定會大肆宣傳 提到有個80歲的男人 魏台 他是打了兩針 Beyond Tech 是輸入的個案 仍然是病重 他說是手中 因為很少說 打完之後有重症 這樣 這是其中一件 在今個月的9日 我生日那天 所有市民進入食肆 唐食必須強制使用安心出行 考慮到有個別人士 因為合理理由未能符合安心出行的規定 65歲以上15歲以下殘疾人士 及其他獲政府或政府授權機構認可的人士 可以豁免 以填紙仔的方式進入 有食肆人士引述 林鄭月娥說 當局研究食肆提升至D類 規定唐食時 紅台至少三分之二食客必須打疫苗 這樣說 但看到另一篇 林鄭月娥說 應該就是 新年之後 新年之後 究竟是新歷新年 還是農曆新年 不清楚 總之今年之內 應該 未有這樣的情況 估計就是 另外想說一說 例如這個 甲 大圍有些甲被毒死了 大圍又發現 阿伯拿著尖的石頭 他專門找尖 五度扔向野鴿裙 街坊勸了 反避恐嚇 這件事就是神經病 他說 不滿野鴿排泄物影響衛生 手持尖石扔向野鴿 在場人士出言制止 反避恐嚇 丟你 這些 阿伯會不會被捕 暫時未有 但 拍照 如果警察做事 這些都是涉嫌恐嚇 太兇 這些實在 我告訴你 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一經定罪搞這些事 包括 捕魚類動物 鳥類 爬蟲類 兩棲類 魚類 有隻 追沒有隻追到好 最高刑罰 罰款20萬 和監禁三年 大家千萬不要以身是法 剛才提到的疫苗 一個女人患高血壓 死前14天 曾經打過疫苗 衛生署說 初步 沒有相關 去到最後都沒有關係 不是這樣說 再當一宗個案離世前14天 曾接種新冠疫苗 衛生署回復 一名患有高血壓 異常血脂症的82歲婆婆 上個月28日離世 去世前14天 曾接種新冠疫苗 處方指 初步認為 認為 與疫苗接種無關 正等候全面解剖 還要解剖 真好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 評估專家委員會 至今評估有49宗 接種疫苗後死亡個案 當中35宗死亡個案 與疫苗接種 沒有因果關係 初步認為 14宗個案與打針 沒有關聯 即是全部沒有事 不是這樣說 但最離奇的就是 高血脂 高血壓 82歲 又被他打的 真是很奇怪 所以有些人是 認識某些人 他本身有三高的 醫生叫他 你不適合打的 你走吧 那個人都五十多 六十多 上下 五十多六十歲 但有些人 醫生認為你適合打 就算 你說他不是疫苗事故 會不會算是醫療事故 不清楚 不清楚 總之鼓勵大家打針 另外 要再說一說 林鄭月娥那裏 她說 打針才可以堂食 一個叫王家和 引述林鄭月娥說 起碼 農曆新年之後 才會去這樣做 即是拖 多兩三個月 林鄭說的 新年那些 這麼多犯罪 對 吃飯的聚在一起 這樣 先說 先說 另外 39歲的男 務警 搜青年的身 偷錢被捕 那怎樣呢 警察呼籲市民 要要求對方出示委任證 不是吧 警方表示 在12月6號 即昨天 接獲一名24歲的男子 報警 凌晨2點 在旺角通賽街 95號A 一個後巷 遇到一個 自稱警務人員 查身份證 報案人士發現 自己二千元現金被偷了 警方警區情報組人員 經過情報分析深入調查 鎖定目標男子 迅速展開拘捕行動 在同日 下午2點半 慈雲山慈政村 一個單位 拘捕一個 39歲本地男子 涉嫌募警和盜竊 檢獲 當時 案發時 懷疑穿的衣服 正扣留調查 案件由 旺角警區刑事隊 跟進 警方呼籲 市民遇上有人自稱警務人員 如有懷疑 對方出示委任證 就是確定其身份 任何人士 假務公職人員 一經定罪 只是罰款一千元 和入獄六個月 被扔死這架 還低罪 但務警可以做很多事 真的 這個法例 我覺得律政司要考慮 跟一跟進 我覺得 另外我想說 我小時候被查身份證 那些警察的委任證 很快 我是警察 那一刻 你把八達通都看不到 那 警察給你看 難道你說 看不清楚 待會被人收兩件 不知怎麼辦 以及 你說委任證 這些事情 不多說 要說要研究 就很尷尬 警方呼籲 要被查身份證 要求他出示身份證 這樣說 奇怪 好 講一下暴力事件 而不滿 欠陪伴感情生變 馬安三 三十七歲男人 打傷四十二歲女友 不用陪伴 還不走 有沒有這樣的人 也有 六點 不是 六日 下午四點 升逢四十二歲女子 在西敬村附近 垃圾房位置 被她男朋友 小她五年 打傷頭部 警方到場調查 相信有人除打傷女朋友之外 更加出現恐嚇 她說 涉完刑事恐嚇和襲擊 造成身體傷害罪 拘捕這個姓蘇的男子 姓馮的女子 頭部受傷 需送院治療 案件交由沙田警區刑事偵查隊更進 而有人不滿女朋友欠陪伴 感情生辨 以致口角甚至動手 說到你恐嚇 就主理兩條罪 這樣 這樣 沒有的 要不要動手一腳 一定會拉 這個不黏身 就找個個 拉硬 是不是 所以 君子動口不動手 好 昨天看到一宗 是Temple哥再次遇襲 在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在WhatsApp上寫著多次的轉載 那件事 就是Temple哥 曾經後行收拖地 近日發現他在公園附近 應該被兩名男子 一個打他 一個拍片 然後 跟他說 哪個打不是被你亂響 那樣 不知道懷疑是否那邊 那些人認識的那些 那樣就把他打他 最初他就不承認 那個也不是我 那樣 再打 再打 打到 有報紙就寫他 變成唐老鴨 對 嘴唇就腫了 被人升了幾巴 告訴你 不要亂響 但是 小孩子就會 通常我們中學的時候 聽不少這些 跟誰誰 那樣 響流 沒有人發現 但現在在網上 很多人 看到之後 可能是不滿 又或者 是否真的 是誰的門生 其實未必是 可能是那個字 或者不是那個字 看到那個人 你知道 你如果在網上 在街上 常常在坐公園仔 或者什麼 看到你 咦 那個不是Temple哥 過去玩一下他 這樣 都很危險 對 然後 問問你 喂 你是不是很威風的那個Temple哥 人家說 你是誰的那個 年輕人 對 我跟了很久 就打到 是吧 你知道 古惑仔 古惑畫畫 我猜都是這樣發生的 整件事 你不會走過去 兇他兇他之後 自己想當不是這樣 一定 聽古惑畫畫 哄你說錯話 然後咬你 當然啦 這些暴力事件 就不主張什麼 但是更加不主張 就是自稱黑社會 這個一樣是死的 告訴你 以前我們小孩子 那些人自稱 甚至 告訴你自稱什麼 都會被人拘捕 他說自己紅卿 擺明是漏畫的 但是 一樣 這些都是自稱三合會員 都是會被人拘捕的 那 叫大家撤文 疑身是法 那 Temple哥 我想他也是要忍性埋名 其實可以試試戴頂漁夫帽 戴個口罩 未必有人認得 我上次有個朋友 在街上 我不認得他 因為這期你紅 有危險 小心 轉過眼鏡 染過髮 有沒有錢呢 轉過眼鏡 對 對 總之 先閉上一陣子 事情淡了 香港人三天 我現在未夠三天 又出來 很容易被人拘捕 小心點 小心點 因為那些 他未必是跟你有仇 他未必是什麼 他那些搞定完之後 他再拍片 放在網上威 這個呢 Temple哥 我又收了兩件 了解了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 他處於一個相當危險的地方 不同的人士都會拿過來玩一下 你知道在網上被人咒過一次 見到你凹水 還有有什麼事 市民如果這樣被人這樣的話 應該是要走的 但他是不走的 他是對著鏡頭 乖乖地做了個網紅 說了一大肚子 我以後生性 給你心機賺錢 不好意思 那麽多位大哥 人家一定會玩你 可能比較上 會被人欺負那些性格 或者怎樣 Anyway 不要再搞這些事情了 真的很 很無謂 當然有些人覺得好笑 但我不覺得好笑 講完出來就告訴你 其實這些事情 在中學的時代 是太多 太多 中學有些欺凌 你拍了影片 可能都會拘捕那些人 但這次我想就拘捕不到 這樣瘋傳 看看警方會不會做事 還是怎樣 再講 在上水有老夫少妻 因為家事爭執 釀成血案 老公中了刀 老婆斬她 被捕了 這件事 昨天下週12時25分 倫常慘劇案 大21年 真是老夫少妻 50歲的老公姓陳 和29歲姓詩的妻子 因為家庭問題爭吵 互不相讓 女人懷疑用刀襲擊老公 老公的胸口和手斬傷了 警方接報道場 拘捕了這個女人 雙者送去北區醫院治理 案件列作商人 交由大埔警區 就是跟進的 這個真的 要不要斬老公 有什麼家事 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 就分開 對 不用斬她 什麼 分開簡單 抹去往事極難 你二十多歲坐幾樓 多無謂 起碼都幾樓 對 真的不要搞這些事 還有一些很無謂的 就是在網上呼籲人 投白票那些 也是拘捕的 廉政公署那邊說 會檢視民調 有沒有暗示 暗示都不行 知道嗎 不要說 提也不要提 暗示 因為他說你是暗示 你知道嗎 你說暗示都不是明 最重要是乖乖的 做人 有些事情很禁忌 現在 立法會選舉那邊 現在消息指 上次問到 穿香港加油 怎樣 一定有人問這些問題 穿什麼衣服 跑馬拉松 也有人穿 而你知道現在香港 不是那麼容易穿的 那些衣服 在某些日子 穿黑色出去都麻煩 其實也不只是近年 以前剛剛 遇上革命的時候 我感受過就是 無端端 有人穿黑色衣服 有人穿白色衣服 然後黑色衣服 不知道白色圍著黑色 然後黑色又走過來 圍著白色 你看上海灘島省 穿紅衣穿黑色 那個年代 那時候 現在就穿香港加油 那些 現在的消息指 如果你穿香港加油的話 衣服需要先掩蓋 否則不讓你進入投票站 這樣 民生那些也有 香港加油 應該都是遮遮掩掩掩的 那些 因為 香港加油自然是屬拉票 政府官員解釋 這樣 那中國加油是否拉票 沒有問 沒有研究 總之告訴你 就這樣就這樣 再研究 珍惜生命 昨天大埔有個22歲的男子 墮樓死亡 凌晨2點 在凍唱街 一個大廈保安報警 有人倒我大廈平台 懷疑高處墮下 救援人員 接報到場 發現墮樓男子明顯死亡 22歲姓梁 相信他是天台跳下來 這樣 對了 南無阿彌陀佛 另外 有個 變態仔 十五歲少年 四度拿女人的鞋來紋 作猥蝕的行為 怎樣 被捕了 就在前天 有個四十歲歲的男人報警 他分別 在十一月二號 十九號 二十二號 和 四號 下午時分 發現一個男子 十五歲 在這個 將軍澳 常陵路單位 外面 懷疑 就是喜歡拿他的女子的鞋 來索 案件 由這個 將軍澳警區刑事偵查隊 第六隊接手調查 經深密調查 情報分析後 在六號 昨天 下午在常陵路 拘捕一個十五歲本地男童 涉嫌破壞公眾體統罪 被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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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個男人 搞什麼 這個男人 他說 是 紋著他的鞋 在那裡 打飛機 意思 原來這個男人 就是中四 中四 搞什麼 真的有點癖好 恐怖 你這些 自己搞定的 在家裡搞 出來街上搞 已經是有問題 這些 看看怎樣可以幫他 和心理輔導一下 那些什麼性治療師 為什麼會聞到那種味道 會有一個性興奮 真是 恐怖 另外 就要說一說 就是 昨天 那個 那個 北角的戲院 就說 清拆 然後 就倒石屎 就是 打到一個 什麼 打到那個 工人 之後 就死亡 送院 就死亡 這件事 就相當之 是 什麼 不幸 那 其實這些意外 就真的很慘 那 他本身說 他是 好好先生 第一天開工 就已經租 這個磚砖 打死了 剛剛還要搬去新屋 跟妻兒 生活 那就 就過世了 他34歲 姓大 已婚 同事透露 他是好好先生 來 妻子多年前 來到香港 一家團聚 夫婦二人 肉有小孩 原本住公屋 近日搬去新屋 現在進行裝修 誰知道意外就發生 有影片和相片可見 男士主血流披臉 雙手和長褲都染有鮮血 救護人員將他搬上擔駕 但他沒有反應 救護人員跟他做心外壓 有十幾個人協助他 但送到勒敦寺院 雙重不止 當日原來是第一天 黃都戲院大廈地盤工作 而且第二天是他生日 真的過不了生日 遭到輪格天宮台地盤 一塊磚一跌下來 就打死了 同事對事件感到軟食 希望各界伸出援手 可以幫他渡過難關 他現在說是 現居在白田村住所 門外呢 因為他過了生後 就點了白蠟燭 而且你去按 沒有人應援 其實裡面應該有人 不想再接受訪問 都很傷心 大家自己都要小心 沒有辦法 另外呢 想說一說 就是 之前沒有一個男子 自製武器 在將軍澳插傷了 同齡的小朋友 說了幾次 沒事的 沒事的 老母就說 想賠償 賠償 怎樣賠償 沒得賠償 賠一塊肉給別人 是不是 那小孩 他不說被捕 因為小孩很小 將軍澳男童被帶警署助查 原來是這樣的 有法律保障兒童 他呢 原來就是用一支 有細刀片的自製牆棍 就下街 我想 不知看了什麼戲 為何變成武器 攻擊 在公園玩的同齡小朋友 大家都九歲 警方表示 已經將這個商人 懷疑商人的男童 帶回警署調查 也檢獲有關的硬物 案件交由 將軍澳警區刑事偵查隊 跟進 這件事 就是2號的時候 有人報警 黃先生報警 他說兒子在 將軍澳 唐延街公園玩的時候 被人用這些武器 襲擊 受傷 放了上網 成為熱議 這件事很恐怖 斬到 成頭都是血 小孩子 斬小孩子 應該 小時候 已經要把他 情治 或者 看他有什麼 心理問題 警察 就 說這些是 自製的武器 如果是大人的話 這些就 坐硬監 也行 九歲 不知道最後會怎樣 另外 慈雲山 有個女生 用利刀 被利刀刺傷 媽媽插他 現在仍然是昏迷的 昨天有說過這件事 就說 媽媽也是清醒送到伊麗莎白醫院 在網上看到很多新聞 是相當暴力 那 沒辦法 另外 除了 人之外 還有死物 被刑毀 四個男女 串謀刑毀 輕鐵站 夜半 遭捷獲 揭祖一晚 曾經 談論如何去破壞這些措施 這個就是 之前 前年的事 前年九月 在屯門 接獲一輛私家車 他現在就說回 那個情況是怎樣 原來他們就 相約去破壞這個輕鐵 這樣說 香港很多這樣的事發生 另外 在火炭有私家車 在燈口前 連撞電單車和的士 原來 司機 是醉酒駕駛 昨晚十點鐘 一輛的士 和一輛電單車 一輛私家車 相撞 怎麼搞呢 在進警路網 大埔方向行駛 期間 的士和電單車 因應交通燈 停下 私家車懷疑收制不及 就把電單車放在 電單車上 電單車再撞在 的士上 38歲聖湖的 電單車司機 扭傷腰 由舊車送軟 然後 然後 私家車的司機 就 嘩 涉嫌是 醉酒駕駛被捕 這樣 溝流調查 這樣 那些人 是要喝酒的 另外 就告訴你 將軍澳 私家車 租便衣截查 起鑊懷疑大麻 找到504克大麻 市值 接近10萬 車上57歲 他姓陳男子 就被捕 另外 還有 有人 就報稱 運一些紙巾 就是 一貨櫃這樣 送去深圳 告訴你 在海關檢查 檢獲到 2700萬 價值 的 屍煙 就是有 1000萬枝屍煙 嘩 英貨稅值 1900萬 那 涉事貨櫃 就從深圳蛇口 就到香港 準備再送去菲律賓 那麼 海關人員 是透過風險評估 就是 抽樣檢查 就被他檢測 這個風險評估 又OK 真的被他評到 是不是 這麼難找 就是這麼多季 裡面 竟然被你找到 Random Random都找到 那 另外 就說一下 嘩 這個厲害 油麻地 就是巴基斯坦籍的男人 醉酒 就是 駕駛 自炒 撞雜 有個男人 就放狗 拖狗 藍紅 就是老虎狗 差點就死了 剛剛凌晨1點 32歲 巴基斯坦男子 駕駛 駕駛 一架私家車 載著一個男人 沿這個新田地街 往旺角方向 去到195號 對開突然間失控 鏟上左邊行人路 撞位一間店舖鐵閘 警方到場調查 鐵閘 還有擺放路邊 一架的積車 被撞爛了 涉事私家車 車頭損毀 車上兩人沒有受傷 司機證實是吹波仔爆錶 醉酒駕駛被捕 晚上外出也很危險 是的 路邊要小心點 路邊也會撞過來 剛好當時有不少圖人 還有果欄工人 開工 其中一個男人拖著老虎狗散步 途經這裡 車突然轉左軚 高速撞過來 狗主反應快 戰步一跳前 逃過一劫 否則 老虎狗看到這種情況 一齊連忙 急急向後退 嘩 還說救主人走得還要快 報紙是這樣說的 應該看到那張 CCTV也是這樣 本能來的 本能 車這樣損毀過來 幸好 旁邊的應該看到華華聲 喂 你避那一下 其實避呢 你避前後那一步 本能是看你猜得重不重 你使錯力 你都死了 你應該跳後的 突然跳前的 也有 所以這些很危險 但也是秘無可避的 產上行人路 你怎麼避呢 撞爛了人家到閘 換到新閘也要幾萬元 當然要入那個人數 喝醉的那個人數 那間店舖原來是飯堡店 開業四年 鐵閘被汽車撞位 換到閘也要幾萬元 好像 大概要兩萬元 我記得那時候開店 很貴的 鐵閘也 又說什麼 擔心 那個司機沒有錢賠 就會跟這個業主再商量 駕駛的 駕駛的車也有些 有些 賣了車也有些 對 擔心他沒有錢 他也要賠 對嗎 對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晚一點跟大家說說 更多的廣文 今天的廣文很juicy 謝謝希哥 拜拜